REI TV 大家見過的嗎?我是REI 那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畫面上看到這個 蠻長的東西的 這個是我前幾天去逛IKEA 發現一個還不錯的書桌 然後來跟大家拍個簡單做分享 那這個工程應該會蠻好大的 因為大家看起來這個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 就感覺一般薄的木板而已 可是它真的很重 它這樣子一箱它總共兩箱 它一箱呢 兩箱加起來是50公斤 所以建議大家不要學我一樣一個人裝 一個人裝會花比較多時間 建議是兩個人一起裝會比較快一點 因為它的構造 雖然看起來蠻簡單的 可是因為重量很重 50公斤真的不行 OK那接下來我們就簡單開箱給大家看一下吧 OK 拍給大家看一下外面的箱重 這一箱呢就有27公斤的 蠻重的 然後呢第二箱的重量更重了 第二箱是28公斤 所以加起來呢有56公斤 OK我把這塊第一個的板子 正常應該先猜第一個啦 我再猜這個我剛拿起來感覺應該是骨轎之類的 然後呢那一個呢應該是成板之類的 對吧骨轎裝好之後再裝成板 那還蠻重的這個就27公斤的 真的還蠻重的 所以建議大家還是兩個人裝會比較好裝一些 那我的目的呢是想要把這個螢幕 這個電腦主機跟螢幕呢 換到這個新桌子上面來 然後呢第一箱打開跟我插的一樣 就是這些支架類的東西 然後它還有附這個組裝的說明書 那IKEA大部分組裝呢都會附這個說明書 那因為我之前像我之前那個舊桌子也是用IKEA買的 但那種組裝比較簡單啊 這個就比較複雜了一點 因為它做 它組的 價值跟成板是比較多的 那我大概稍微看一下 說明書的裡面啊就提到 不要一個人組裝 要兩個人一起來組裝 因為它除了它的重量很重之外 它零件也特別的多啊 然後它的組裝說明啊 我這樣大概翻了一下 就是這樣子 我換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說明書呢 總共有幾十頁喔 好不掉 全部都是它的說明書 總共頁數呢 看一下 總共頁數呢 是這裡 32頁 這是我第一次 拿到組裝說明書 這麼多頁的一個組裝家具 我剛才想說啊 它的設計就是一箱 拆完之後 組裝完之後再拆第一個箱就可以了 結果不是 我剛剛看說明書到一半的時候呢 它必須兩個都拆開才可以操作 所以呢 這邊建議大家室內空間要稍微大一點 不要像我一樣有點局處 比較不好做事 OK 我大致上已經組裝大概超過一半了吧 整個主體架構都已經用好了 然後按照說明書內容的話呢 我今天只要再鎖這個角的話呢 然後就可以把桌子翻起來了 那我覺得它還不錯的設計 是它這格子的設計 像它這個 這種螺絲固定的設計 我覺得蠻不錯的 它是旁邊有一個螺絲 然後它是一個旋轉固定的 不然我拆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等我一下喔 我剛剛拆了一下呢 它比較沒有那麼好拆 我想算了 它就是固定一個 它就是把它鎖上去之後呢 好 往它旋轉 它螺絲呢 是有固定一小節是有鎖住的 所以它就會鎖住 好像跟旁邊這個螺絲了 旁邊有一個螺絲 就可以完全鎖住 我覺得這設計還蠻不錯的 OK 大概經歷過兩個多小時 到三個小時 我終於把這個桌子 已經完全的組好了 那等一下呢 我把一些設備放完之後呢 再跟大家做個簡單的介紹 OK 大家現在畫面上看到呢 就是我把所有的東西 包括電腦啊 印表機啊 等等的東西 喇叭都放上去這個桌子上面的 那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呢 這個是IKEA它的 呃這個名稱的 這個叫做FR EDDE 這個 這個桌子 然後價格呢 是7999塊 然後 它有幾個好處呢 會讓我想要購買它 其實我原本不是想要買 一個 比較單純一點的 類似像我之前一樣的小桌子的 然後 可是我後來發現 這個功用真的好很多 它整個就可以 把我要的東西都放在裡面 包含到 它把我所有的東西都放在上面了 然後就不用再分開兩個桌子去用 然後還有就是 它中間也可以放得下 我的 呃這個49吋的這個螢幕 然後 最主要的是 我覺得它不錯的東西就是 它還有做一個分層的 它有分層架構 比如說像我 像這個 像我的有時候 因為遊戲蠻多的 有電風扇 有電螢幕的 然後 也有音響的 然後等於說 你放到這邊就不好用 然後等於說 就直接把它推進去 這樣子喔 我覺得這個空間很棒 那比如說我要吃東西的話 我就把它鍵盤往內 往內推 然後呢這個空間就可以拿來做 呃吃東西 或者是其他要做處理 我覺得這個東西還蠻方便的 然後呢 剛剛講做 東西的話方便 它有一個杯架 它可以讓你放杯架 也可以放一些 呃可能 杯型的食物的一些 零食架 因為我知道 網路上有一些 出像這種 基本上我會用來放杯子的 可是網路上看到很多 呃這種 專用的那種 零食的 比如說小零食 等等之類的都可以放 然後 我也做 呃 然後我就 我有多餘的空間 因為以前啊 我這樣子的話呢 我整個空間都已經非常的滿 就像大概一樣這樣子 放一個放一個東西之後呢 很容易就很雜亂了 那這個呢 就比較不會那麼容易雜亂 因為空間真的非常的多 然後呢 它下面可以放主機 然後另外它也可以放 可以放其他相關的東西啊 然後 我覺得最好的 是它這個桌面 那這個桌面呢 中間是屬於凹進去的 你可以非常非常靠近它 然後或者是說 我們在用 這種桌子的時候 比如說我以前用就是這樣子 靠近邊用 然後這樣子沒有扶著 沒有 沒有靠著 就像這樣子沒有靠著 感覺手並不是很舒服啊 那這樣的話呢 那這樣的話呢 用這個桌子有個優點 就是說 你可以靠著它 然後把鍵盤稍微移前面一點點 然後呢 手可以放在這裡 那這樣子就有靠著的感覺 這樣子打起來就非常的舒服啊 我個人還滿喜歡這個 在旁邊啊 剛剛就可以放那個 喇叭 左兩邊都可以做喇叭 我覺得放起來還滿舒服的 我覺得這個桌子還滿不錯的 不過呢 建議大家 建議大家 建議大家真的不要一個人 組這個桌子 因為我剛剛花了 大概三個小時的時間吧 才把它整個組好 而且它 這個桌子的重量 非常非常的重 呃 根據它的外箱 其實那些 呃 可能站不到一兩公斤吧 整個的重量呢 是55公斤 所以這個桌子非常的重 那尤其是在裝這種大的層板 因為可能這個板子 就將近有大概 十公斤了吧 那你必須在裝的時候呢 你必須一個人 然後要去對它這些孔位 非常的不好裝 那所以呢 建議是兩個人 兩個人應該可以省下 蠻多時間的 但是真的 不要一個人組 因為真的也很重啊 OK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這一台 新桌子 我的新桌子 簡單的分享 OK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好了 See you later See you later Let's get louder, come on lose control Got to live when we get too old Come on shine, shine a little tonight Let's get louder, come on lose control Ain't no limit while we go for more We can shine, shine a little tonight Shine a little tonight Shine a little tonight Let's hit the club, time to make a move Make a move